近日,据媒体报道,最近英国航母已举动再次引发世界关注,甚至英国媒体也表示,完成这一项测试后英国航母的战力已经超过了辽宁舰,那么英国航母究竟在做什么呢?又在测试什么武器呢? 美国专家给出答案,此前英国成功实现了F-35B战机,在英国航母上的起降作业,并表示由于F-35B是五代舰载机,而中国的歼15是四代舰载机,舰载机相差一代的技术优势,因此在舰载机领域,至少领先中国航母15年。 俄专家表示,英国此举也给中国上了一课,中国歼15仍需要努力进行改进。 英国作为老牌海军强国,航母一直是英国海军最重要的装备,但由于英国实力减弱,也曾经一度失去航母,这也令英国十分不甘心,所以重启了航母研制工作。 原计划英国是打算建造一型6万吨级搭载弹射器的航母的,并且舰载机也与美国海军一样,采用F-35C这款专业舰载机。 但为何英国最终却没有采用呢?原因还是因为英国财政吃紧,原计划研制的弹射型航母,最终也因为缺乏资金而放弃,将弹射器改为了华越起飞甲板,这样F-35C就不能从航母上起降了。 虽然英国资金紧张,但英国却还想保留双航母的规模,所以宁愿放弃弹射器,也不愿缩减航母规模,被削弱后的英国航母,只能起降F-35B这种垂直起降了战机了。 在设计上,这型航母与英国之前设计的航母,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,最明显的就是采用了双舰岛的设计,这一设计在航母上,其实是离经叛道的设计,因为舰岛作为航母上唯一高于甲板的建筑,对航空势必造成重大影响,英国不但不减少舰岛体积,反而还增加舰岛数量。 其次,这艘航母也取消了斜角甲板,这样就不利于战机同时起降,考虑到英国现在使用的是F-35B垂直起降型战机,所以这个影响可以忽略不计。 由于英国所建造的这型航母,是一型大型航母,所以,这型航母的载机能力,还是非常不错的,能够搭载数十架的F-35B战机,再加上F-35B又是第五代战机,虽然这款战机有一大堆毛病,但毕竟是第五代机,所以具备十分强大的作战能力,尤其是对海对地的打击能力。 这款战机是英国之前装备的海耀羡慕不来的。 一代英国航母搭载满源的F-35B战机,在中国003航母没有服役之前,这型航母的作战能力,将成为仅次于美国航母的海上力量,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 但令英国尴尬的就是,面对昂贵的F-35B采购费用,英国财政就显得捉襟舰走了,而且英国海军也缺乏足够的护航舰艇,来保护这型航母,只能算英国海军外强中干的表现了。 中国又一艘航母获已开工,西方彻底无力阻止了。 近日,据媒体报道,最近中国海军再次传来一个喜报,那就是中国海军又一艘巨舰很可能已经开工了,这艘新开工的巨舰,就是中国新一艘航母,代号为003航母。 对于这艘即将问世的航母,俄专家表示,中国在航母建造速度上实在太快了,差点就瞒过了所有人,西方也表示,中国建造航母实力太强了,现在已经彻底无法阻止了。 在官媒关于003航母的回复中,有这样一个表态是很值得人们咀嚼的,他们表示,会从全局进行考虑,根据航母发展的需求,确定003航母的建造计划。 换句话说,中国现在对于航母发展,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的,并不会为了追求架大空而盲目地上一些不需要的项目,研发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。 比如说,003的吨位几乎可以肯定说,不会达到10万吨级的水平,目前中国的两艘航母都是6万吨级,003的吨位,可能会达到7万或者8万,但是再大的话,中国的设计人员就利有不败了。 原因也很简单,吨位虽然很容易就能够提高上去,但是内部的规划设计,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。 中国关于航母内部规划的研究,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了,从外国的航母身上学到了不少,但是这并不能够帮助中国一口吃成个胖子。 当然,10万吨的吨位可以慢慢来,但是有些技术可能不会再继续等下去了,比如说电磁弹射。 随着中国在电磁领域研究的深入,电磁弹射器,很有可能会被应用在003身上,而这也是目前中国海军需求所急需的。 虽然能够使用滑跃甲板,来给战机提供上升的推力,但是,如果出速度够快,直接使用水平甲板,才是现代航母发展的趋势。 电磁弹射器,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世界顶尖航母身上,中国也有不少专家都支持003使用电磁弹射器,当然,这是在电磁弹射技术过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的。 随着中国的崛起,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,已经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情了。 中国有需求也有能力去完成这件事,003航母的开工建造说明中国也正在做这件事。 实际上,对于中国海军来说,领导层制定出了长远的发展计划这件事,才是对于海军建设帮助最大的一件事。 中国三航母时代越来越近美国,怎么这么快? 要说我国这些年在军事领域上最受关注的一件事,就不得不提我们国产航母的建设了。 航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,在我们积累了辽宁舰等的经验之后,国产的002与003型航母接连开工建造,我们中国也即将成为真正的航母大国。 而我们的002型航母,在去年的时候,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下水活动,作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艘国产航母,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年的70周年阅兵上,看到我们国产航母的雄装身姿,可以说,我们中国已经半吃脚踏入了双航母的时代。 而003型航母,便成为了我们十分期待的一个新型航母了,002型航母在很多方面都只能说是国产航母的试水之作,常规动力加滑跃起飞的方式,比之当今顶尖的米米兹级航母,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。 不过我们也明白,路要一步一步的走,好高物远一昧的追求装备上的先进性,反而不是最有解,002型航母,只是为了打好我们国产航母制造的基础,003型航母才是我国成熟航母技术的代表。 在去年年末的时候,003型航母的建造行动,就已经得到了官方的确认,按照一艘服役一艘下水的速度推测的话,003型航母最早今年就可以进行下水试验了,连美国都不禁感叹,怎么这么快。 而我们中国不仅是要做到速度快,在战斗力方面,同样也要得到保证,虽然没人知道003型航母,具体搭载了那些新型技术,但是从我们这些年对电磁弹射的研究来看,003型航母有很大的可能会搭载电磁弹射,而到底是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就不得而知了,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的。 8万吨003型航母最新动态,年底实现三航母。 最近一周,网络上关于江南长星003型电磁弹射航母的信息,可以说越来越多,不敢说铺天盖地,也算是到处都有。 有的说已经模块入伍,有的说正在入伍,有的说还要等8月上传台。 总的来看,江南长星游003项目基本都没有意义,区别在于具体进度到什么程度。 笔者的看法是,003航母今年年中,进入甘船物总装和拢阶段,已经没有任何问题。 003航母将是我国第一艘真正的大型航母,其战斗力将大大超越辽宁舰和002,使中国海军真正成为世界级大国海军的开端。 一旦003航母在船物内公开,将极大的提高我国的国家勿望,甚至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,其战略意义,在船物阶段就将有充分体现,这就是有没有弹射型大型航母的区别。 对超级航母工程来说,能在船台上看到第一个模块,那么它的第一块钢板,应该早在20个月以前,最少在18个月以前,就已经切割开汗。 若003在今年年中正式入伍,那么很自然,003航母的首张钢板,应该在2016的下半年,已经完成切割仪式。 若不是因为弹射方式做了根本性的变更,那么开工时间应该还会更早。 具备30万吨级的超深杆船物、超级模块运输车,和超级龙门吊,是003入伍总装的三个大前提,目前1600吨级的超级龙门吊,已经到位一年多,经过了充分的调试和试运营。 江南长兴可以运输万吨级模块的自动化平板运输车,也早就上了新闻,而三号船物的扩建,目前也已经工程收尾。 在原先三号船物前半段内部,是正在施工的新雪龙,和一艘新批次的052D,这些渐船的船物期都不超过五个月,目前已经接近收尾,一旦这两艘新船下水,那么003就可以正式入伍了。 前一阵,还有某所公开招标长兴基地新建测试厂房的信息公开发布,而且招标着厂房是三座。 很明显,这是为了实现在陆地上完成003电磁弹射器的组装和调试,然后在原样搬到已经成型的003航母甲板的弹射槽内,安装到位。 本来是为了实在弹射库兴基地新建。 这样是靠来自身权的组装和调试和调试红兴基地新建的组装。 感谢观看